最近我读到一本书叫《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 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这种比较是经济啊 或者是比较心理啊专业的书籍 然后被娱乐得这么开心哦 这本书《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里面呢 他用一篇一篇的短篇 用仿佛是有人写信给这位作者 这位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哦 然后去问一些生活当中 看似跟经济学没有关系的问题 然后呢他透过经济学的理论 去回答这些生活里面的疑难杂症 其中呢他第一篇的问题就是 有人问这位卧底经济学家说 我跟男朋友已经交往一阵子了 然后上个月男朋友搬来跟我住 照理说呢我们应该把他的公寓卖掉 但是呢这位男朋友建议缓一缓 免得万一这段感情没有结果就回不去了 那这一个写信的人就问 那经济学家卧底经济学家 你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我说这位经济学家会怎么回答之前 你也可以想一想 如果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回答 这位作者他就用经济学里面的筛选理论 作为回答 什么是筛选理论呢 就是呢不管我们在商务 还是在谈判 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跟我们的对象或者是对手 一定会有资讯的落差 那么资讯比较少 比较差的那一方 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契约 让拥有资讯的人去做选择 那这些选择的过程 就会凸显对方 他虽然掌握了比较多的资讯 但是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这叫筛选理论 如果讲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听懂的话就是 我透过选项 我透过契约 迫使对方做出决定 做出行动 而不只是讲一些空泛的话 一些甜言蜜语而已 透过筛选理论的执行跟选择 我就可以了解 他到底真正的状态跟意图是什么 那筛选理论的提出者 史迪·格里兹 他在2001年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回到这位作者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就说 如果你的男朋友很享受跟你住在一起的种种好处 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关系缺乏了实质的承诺 那么拥有一个可以搬回去住的公寓这样的选择权 对他来说价值就很高 这就表示什么呢 就算他很爱你 但他心里却仍在怀疑这段爱情是否能很久不变 而另外一个选项 如果他相信你们两个会一起白头到老 那么留下一户单身公寓的选择权 价值就变得非常小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会留着这个公寓的唯一原因 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投资的工具 那至于这个房子值不值得投资 在房地产专家的部分是可以争辩其中的优缺点 但相较于可能失去一个真正的伴侣 这个投资的潜在报酬率就显得非常的低 所以要筛选理论对付你的男朋友 你可以要求他立刻卖掉那户公寓 如果他真的爱你 他真的想要长长久久的跟你走下去 他会卖掉那个公寓 但如果他一直保留着这个公寓 那么事实上不管他口头上给你什么样的海事三萌 那都是狗屁而已 所以呢当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 我真的是拍案交绝 我想怎么有人可以把这么艰深的经济学理论 透过这么生活这么有趣的方法呈现给我们 那在经济学里面的筛选理论 事实上还蛮符合我平常在教学的时候我常讲的 你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去认识一个人 其实看人是要看动作的 而不是听他嘴巴上讲的话 任何人嘴巴上讲的话都可以讲得很好听 都可以给你海事三萌 可是他愿不愿意为这一份海事三萌 做出实质的牺牲跟实质的选择 那才是真的能够去证明他对你的爱的唯一考核点 所以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心理学 永远记得一件事情 认识一个人 与其听他说的话 不如看他做的选择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说明的末端都有相关的连结 我们近期的课程是5月18号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很期待你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因为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名额已经只剩下个位数了 所以很期待在我的教室里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